嗨嗨,我是雪莉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就是 Scandinavis 11款香氛蜡烛的 不客观心得 还有4款限量款哦 想知道他们家的故事 跟他们的香气如何 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的,依照惯例 还是要来分享一下他们的品牌介绍 Scandinavis这个品牌呢 是来自北欧丹麦的香氛品牌 那他是起源于两位创办人呢 都是英国人 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呢 爱上了当地的女医师 结为夫妻呢 这里就成为他的另一个家乡 那两个英国人呢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日常记忆呢 他们把他变成了香气 将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 跟自然样貌 作为他们的创作灵感 创立了Scandinavis这个香氛品牌呢 Scandinavis认为北欧人呢 重视自然文化 不追求奢华物质的生活态度呢 他想与大家分享 他们的香气呢 都是来自于这个北欧地区的美好回忆 创办人因为很爱旅游 所以常常带着他们的调香氏到处游利 然后喜欢的香气呢 就会希望调香氏可以调配出来 将这些光景 这些美丽的风景 化作香气呈现给大家 Scandinavis呢 是一个非常追求环保的一个品牌 他们的所有的香氛蜡烛的成分呢 都是有源头认证的 也选用呢 瑞典茶籽油 作为基调 补毒 不对动物进行残忍的实验 包装也全都是可回收 再生利用的塑料材质 全产品都是无害 有机环保 所以我觉得对蜡材有要求 也很重视环保的朋友 应该会对这个香氛蜡烛的品牌 有非常的好感 那讲到他们的包装呢 真的是很重我 看看这个包装 这个设计 还有贴心的附上一个盖子 盖子太重要了 点完之后还可以盖起来 不管是熄灭蜡烛啊 或者是让蜡烛不要灰尘呢 都非常的好用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设计 完全是我的菜 那他们的蜡烛呢 基本上分成两种题材 一种是自然景观 一种是人文风情 分为两部分来介绍 最后最后 还有一个bonus 就是他们的限量香氛蜡烛 当然不是都买得到 但是我可以就他们的限量款 跟大家做我的香气分享咯 那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吧 第一个类别呢 我们来介绍他们自然景观的共有六款 第一款来介绍他们大名鼎鼎的森林这个气味 森林这个气味呢 想要营造的就是北欧的森林感 告诉你就是个满满的圣诞树的香气 没有一丝花 没有一丝草 就是你走进森林 那种充满了大树木 圣诞树的森林散发出来的香味 那他们中间呢 有调入了一些 一些冷冷的气味 所以你会觉得非常有圣诞节的氛围 你走进那个都是圣诞树的森林 刚下过雪 雪还沉积在那个圣诞树上面 飘了出来的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 非常的有圣诞节的气氛 我觉得圣诞节的时候 一定要买一颗点起来 让家里充满氛围 第二款来介绍的呢 是他们的岛屿 又叫做小岛时光 OY这个味道 那这个味道呢 是由海棠 玫瑰 水苔 跟绿叶组成的 这个味道就是充满了 水气 绿意 跟花香 三个的结合 满满的度假风景 不是你在海边度假 是在湖边度假 因为这里并没有带有 海水的那种盐分感 它是非常干净的水气 然后你躺在那个湖边 旁边有花 有灌木丛 飘散出来的味道 非常的平静 非常的放松 属于自己那种 一个人的单人时光的风景 然后你在享受 那种宁静的片刻 就是这一款的味道 喜欢的人试试看啰 第三款已经没有在我手上了 我销完就把它们回收掉了 叫做霞湾 又叫做风之而雨的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有着苹果 梨花 果园的水果 跟红醋粒的味道 这个味道想要营造给你来到北欧森林 跟丰盛的果园的味道 这个味道可惜我不喜欢 因为它这个果香气太浓了 它的这种果香气很像这种水果 长在树上的水果 这个果园的水果 太熟了都没有人去采 然后它已经过度成熟 然后砸在地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果香气 有点快坏掉的那种水果味道 而且它拓散力蛮浓烈的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这个红醋粒加入的关系 真的有一种好像发酸 好像太成熟的感觉 我不是太喜欢 但是如果你喜欢果香味的 很成熟果香味的朋友 也许这一款你可以试着闻闻看 下一款来到这个海的味道 这个海的味道呢 真是太还原了 这个海跟那个小岛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海洋味是满满的 充满了活力 充满了阳光 很有一种你坐在快艇上面驰骋 那种海水泼洒萨的味道 那种海浪不断的扑在你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 如果你想受这种海浪海边冲浪的感觉 海水不断的打在你身上的感觉 这款味道你不能错过 下一款来到了高地又叫做自由漫步的这一款香气 这一款香气呢 它说有石南花 百里香 浆果跟叶质 我个人不太清楚石南花是一个什么味道 但我闻起来感觉好像四个香味都有 因为它有花香 它有一些香料味 它也有甜甜的味道 也有绿叶掉 但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香味呢 我形容给你听 它很像是一个你去漫步在一间山头 这个山不高 这个山没有树 它就是满满的草地 然后你慢慢的走上去 登上那个山的高峰 飘散出来的味道 就是这个感觉 草花跟一些些的甜味 散发出来的味道 我觉得挺舒服的 很有自由感 喜欢这种感觉的朋友 这一款试试看啰 接下来我们进入了 就是属于它们人文风情的类别啦 总共有五款香气 第一款来介绍的呢 是它们这个家的香气 这一款我非常的喜欢 这个味道呢 它有着香草 橘子的那种柑橘调 还有皮革 对 通常我是不太喜欢皮革的 可是这里的味道非常可以 它给你营造了一种 非常温暖的家的感觉 因为香草甜甜的加入 再加上这种皮革味 真的很有舒房的感觉 那种书的那种封面的皮革味道 或者是那种皮质沙发的那种味道 很有那个氛围 好像你拿着一本书坐在沙发上 你的房间飘散出来的味道 那么的温暖 那么的舒服 非常迷人 我觉得这一款 大家一定要给它个机会 去试着闻闻看 太棒了 下一款我们来到了温馨 或叫做永恒时刻的这一款 是有红茶 薄荷叶 苹果干跟肉桂粉 组合成的味道 我觉得比起茶味啊 更多的是甜味 尤其是肉桂 很像一道撒着肉桂粉 或者是有着肉桂的甜点 然后上面有烤的那种苹果 呈现在你面前 好甜 好暖 就非常有一种 全家人聚在一起 过节的时候 桌上一定会有的甜点 圣诞节会有的甜品 真的是一个充满家里温馨的味道 所以喜欢那种甜甜的氛围 家里那种温馨的氛围 这一款给他个机会去试试看 下一款是这个叫做 幸福微小幸福的这一款 这一款的香味呢 是非常清新的各种花香的组合 白花黄花玫瑰 是一个非常轻盈干净的味道 文案说是幸福 是一种小小的幸福 小确幸的感觉 真的 因为这种清新的微花香 真的让你觉得 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幸福 是你生活中充满各种的小幸福 喜欢花香调 清新花香的朋友 这一款一定要去试试看 下一款叫做以爱之名 Love 那这一款的香味呢 是玫瑰 牡丹 草莓 跟苔藓 就是花香调 绿意调 以及甜甜的草莓 可惜我闻起来呢 这个苔藓调的草本绿意 远远的压过了其他的味道 花香跟草莓的甜味都不明显 更喜欢如果它把牡丹的花香再调得重一点 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牡丹的花香 但是如果你喜欢绿意调为主 然后花香来衬托一些些甜味在抵触的话 我觉得这一款可以 很有夏日的感觉 下一款来到了这个RO 宁静向往的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呢 就是绿意调 因为它说是有割草 落叶 黄瓜 跟紫罗兰的味道 的确是闻起来是充满了绿意 跟青草地的味道 还有微微黄瓜带来的清凉感 跟那种些微粉粉的紫罗兰的粉感 是有的 有种早晨打开窗 清凉的微风吹过来 带着满满的绿意 瞬间让你觉得 今天可以好好去工作 心情很好的感觉 完全营造了这种宁静的感觉 但这个味道呢 我要提醒大家 它的扩香非常的弱 点起来你要很靠近 才闻得到 都快烧到你的鼻子了 才闻得到 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去买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 在小空间很小的空间 点在旁边你一个人闻 可能还勉强闻得到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给你做参考 以上就是他们11款常规的香气啦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限量款 第一款他们才刚刚推出的 雨这个味道 哦这个味道很棒 它就是一个下雨天营造出来的感觉 湿湿的草地湿湿的土壤 散发出来的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 但是这场雨并不是天气阴阴下的雨 这场雨是一个夏日的雨 给你的是一个快乐的雨 可以这样说 就是那种下完 你会觉得很精神 这个雨来的正是时候的那种雨 这一款的扩香也很好 就是虽然小小罐的 但点起来整个空间都可以闻到这种清新的水气 清新感 我觉得很不错 如果有机会买到这一款的话 不妨给它个机会去问问看咯 接下来呢 我要聊到的三款限量款 是他们去年圣诞节推出的限量款 第一款我已经没有了 叫做圣诞节的味道 这一款呢很不错 它就是一个甜甜的饼干的味道 通常在圣诞节 他们会推出三种香气 花香美食跟木枝雕 圣诞节香气 就是一个甜品的味道 很不错 可惜烧起来极差 火花极弱 基本上没有办法融掉整圈 都会有残辣 所以我都必须要用融辣灯去救它 烧得非常心累 我极不推荐 圣诞节限量的第二个限量款呢 就是这个 Snow的味道 这个味道呢 走清新路线 冰冻的降果的味道 跟冷冻木材的味道 很好闻 很清新 但扩散力好弱 肌铺闻不到 然后它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也是烧起来很心累的 烧不干净 永远都有残辣 永远都要用融辣灯去救它 我真的很心累 那扩香又不好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一款 如果还买得到的话 不是太推荐咯 最后一个限量款 来到他们极光 这个也是去年圣诞节的限量 这个极光呢 真的有营造那个感觉 因为它是柑橘加海盐 晚上的那种清凉感 极光都是在晚上追的嘛 很有那个味道 很有那个氛围 可是它是椰子水 那种清凉的味道 我个人呢 很不喜欢椰子 不管椰子的奶气 椰子的香气 椰子的清凉感 通通不喜欢 没办法体会它的好 所以这一款呢 我不是很喜欢 但这一款燃烧跟扩散 都OK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清凉感 很有夜晚去追极光的感觉 这一款很不错 但是它不是有水气的哦 它是那种干燥的夜晚 不是湿湿的夜晚 干燥清凉 可以试试看咯 以上它就是他们常规 11款香氛蜡烛 以及4款限量款 我的不客观心得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 Scandinavis 这个小众品牌的 它虽然不强调三调变化 然后他们走的也都是 北欧这种清新自然 还有人文气息的路线 非常的 众我 我就是喜欢自然的味道 点了这个香味 有种一秒 把你带到大自然的感觉 点燃了他们这种 人文类的 也会有一秒 给你营造那种 氛围的感觉 我觉得是很好的 包装也很美 扩散力也不错 除了RO那款之外 Overall是很好的 价格呢 我觉得也算是CP值高 不算太难 入手的一个香氛品 如果他们有出限量款的话 说真的 我就是学不管 我还是会想买 因为他们的味道 真的就很好啊 那我可能是他们的限量款 有时候品管有些问题吧 但是味道是很好的 所以我以后 应该还会持续入手 他们的限量款 如果他们有出的话 更是不能够错过 他们每年的圣诞节限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交流 一起推坑 一起壁垒 锁住我们的钱包 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拜拜 我们下次见